自從減肥開始 煮的食物都是白燒 吃到厚也餓了 這次參加餵食救兵 想煮一些健康又美味的食物 煮給男朋友吃吧 這集的主角Penny 以前是肥妹一名 之後她決心減肥 從200磅減到現在的140磅 而她的瘦身方程式就是餐餐吃灑菜 而她減肥期間 她男朋友對她百分之百支持 用身體力行 餐餐陪她一起吃灑菜 這次Penny就決定不灑菜了 煮一餐豐富又美味的健康餐 來答謝她男朋友 別嚇我了 這個肥仔不要告訴我,是Penny 對,我女朋友Penny 是嗎? 是 當時她幾多磅? 當時有,約200磅 Penny 約200磅? 現在是多少磅? 現在是840磅 你事成是真人版的瘦身男女 你平時… 阿倫,你倆就是吃這些灑菜嗎? 對 差不多了 你覺得… 不要再吃了 對 你找我們美食糕邊來幫你 你一定不能再吃這麼沒味道的東西 一定要吃有營養,又可以瘦身 其實健康食品,Ning姐 有很多款式,很多花款 對,一定會吃這些灑菜 對,你又吃了多少磅? 我想前前後有20磅收了 不是 你現在多少磅? 現在是100多磅 現在阿倫要增磅 看一看要吃清一點 我們真的要找師傅幫幫她 但幫她之前,我們要做些測試 Honey,你吃得這麼健康 一定知道每種食物的營養成分 所以我們今天決定測試 你對這方面的知識有多少 現在桌上有12款不同的食物 每一組食物以相等的份量 例如100克的計算 第一組考慮含有的脂肪有多少 第二組是卡路里 第三是鮮食纖維 第四是膽固醇 你現在開始了,OK Penny說她平時很留意食物的各種成分 因為怕吃錯東西會肥 所以這次測試,她對自己相當有信心 兩、三下手勢就排好位置了 搞定 好,我們現在先開估 好 第一樣 錯了 脂肪,錯了 應該反過來 沒錯 很厲害 是 很多時候以為生果脂肪會較低 有時候不適合 牛油果就很高 因為在三油裡面最高是牛油果 反而豬腔以為高又是最低的 原來最低的 對 好,接著到這個 第二樣是卡路里 卡路里 卡路里也是不適合 這個可以轉和這個 是 腹皮,很多人以為斗類 當然會最低,其實不適合 因為腹皮有一層油在上面 變成卡路里會高很多 好,第三樣有點不對 又是要調轉,這個最高 這個綠豆是煮過的 煮熟的綠豆比較高 相對來說比菠菜高,最少 菠菜最少 對 還有什麼 膽固醇等我來 領姐,膽固醇我知道 你認識,竟然 對 膽固醇原來是淡奶 這個花奶是最高的 反而豪也沒那麼高 是 我是第二位而已 最少是芝士蛋糕 是 因為Penny沒有一行合適合 是 又找師傅幫忙 當然要 那你出手吧,快點 找… 她呢 這次教Penny煮健康餐的 就是崔潔寶師傅 寶哥現在就是一間五星級酒店 擔任行政副總廚 最擅長的就是煮西餐 她認為想吃得既健康又有變化 除了要懂得選擇食材之外 最重要是懂得選擇健康的烹調方法 寶哥,今天想找你幫忙 我想煮一個很健康的菜式 給我男朋友吃 但平時煮都是很簡單的菜式 沒什麼新意,你有辦法幫我嗎 平時煮菜,我想問你煮完菜的水 會不會用來喝的? 不會的 不會喝 通常西餐很注重汁水 汁水也是用菜或肉水的精華來做 不如想想做海鮮配菠菜雲吞 然後用菜水來做一些汁 一起點過來吃的時候 可能會很好吃 除了菠菜雲吞之外 寶哥還打算教Penny 用煙燻鱷魚配沙律做頭盤 還有用牛扭扒配野菌做主菜 寶哥首先教Penny做頭盤 茶燻鱷魚柳搬青瓜、薯仔、沙律 首先要做沙律 材料就有青瓜、薯仔、車尼茄等等 第一個步驟就是把洋蔥切粒 然後放入雞湯裡面煮沸 煮到剩下一半雞湯就可以關火備用 接著可以把蒸熟的薯仔和青瓜切片 切好之後就可以把青蔥粒加入薯仔裡 加一點胡椒粉和鹽造調味 然後就可以把洋蔥雞湯加進去 再加一點橄欖油和白醋 拌勻之後加上青瓜片就完成了 接下來就開始煮茶燻鱷魚 而煙燻的材料包括有 水果茶葉、白胡椒、丁香、八角 新鮮的迷迭香和百里香 而這次寶哥特別選了鱷魚來煙燻 是因為鱷魚相比其他魚 像龍荔、大西洋三文 卡路里含量比較低 吃了也不會怕胖 我們今天做過煙燻鱷魚 其實人們覺得在家裡好像很難 對,家裡沒有用具,用不到 其實煙燻鱷魚,我跟你說過 有幾種,有熱煙、有炭煙 還有一種我們稱為過冷河的方式 過冷河的方式是 將一些物料煙燻出來 讓味道走出來 是否用什麼茶葉都可以?師傅 其實每種茶都有不同的味道 例如用玫瑰花茶,有玫瑰花 玫瑰花 對,玫瑰花,玫瑰 有些人用芝士,也有不同的味道 先在鍋底放一張錫紙 再放煙燻的材料備用 然後用煎鍋 將預先調好味的鱷魚柳 煎至八成熟,就可以開始煙燻 將鱷魚柳放入鍋裡的蒸籠 用小火分大概八分鐘就可以了 茶分鱷魚做好,就開始煮醬汁 這次補哥打算用甜甜的味淋豉油汁 配這個鱷魚 煮醬汁,就要先將味淋煮滾 煮至剩下一半左右 令味淋的酒精完全揮發 然後就可以加上豉油 最後打芡 這樣就完成了 各種都做好了,就可以上碟 利用煙燻的煮法,是不是油也少用了? 然後就要做第一個主菜 這個菜式的主角就是意大利雲吞 而雲吞的餡料就是很有益的菠菜和鮮蝦 首先將灼熟後 渣乾水的菠菜和鮮蝦剁碎 然後就用洋蔥粒和蒜頭粒 將菠菜放進來炒一下 披去菠菜的草青味 然後就可以拌上蝦肉 再加少許胡椒粉和鹽去調味 那雲吞餡就做好了 然後寶哥就教Penny自製的雲吞皮 材料包括麵粉、雞蛋、橄欖油和鹽 首先將麵粉和雞蛋拌勻,搓成粉糰 先拌勻,慢慢才熱 師傅,我們也有中式的鮮蝦雲吞 其實跟這些雲吞有什麼分別? 當你吃的雲吞,皮是怎樣的? 皮是薄的,軟弱的 沒錯,西式雲吞是反過來的 它希望皮有嚼勁性 吃下去皮是嚼勁嚼勁的 將粉糰拌勻後,盡量把它壓薄 然後製成正四方形 然後將適量的餡料放在中間 就可以開始包了 這次寶哥教Penny包一種玫瑰型雲吞 首先在皮邊塗上蛋漿 然後再對接成三角形 然後就可以將兩個對角交接在一起 就做好這頂玫瑰花 看見補哥的示範完 Penny當然要親手試下做 包好雲吞之後 就可以放入滾酥裡 煮大約五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做好雲吞,就可以開始煮菜湯了 材料種類這麼豐富,一定夠營養 首先將蔬菜的頭頭尾尾 用來煎湯底 等材料出味後就可以擱渣 然後將其他蔬菜和海鮮放入湯裡煮熟 這樣就可以保留蔬菜鮮甜的味道 煮熟了材料之後,就將它放上碟 然後就開始做蔬菜汁了 做法是先將牛油加入菜湯裡 打至稠身,然後就可以淋上去 煮熟了 最後補哥教Penny做一個 灰番茄醬用來配雲吞 先將洋蔥、蒜頭和番茄炒香 再加入番茄醬 意大利芫荽和紫蘇 最後加入適量鹽和胡椒粉就完成了 這個既健康又美味的菜式 是不是看來也很想吃呢? 接下來補哥再教Penny做另一個主菜 第一個步驟就是醃牛柳 大概要醃四小時左右 令牛柳充分吸收了醃料的味道 而補哥這次特別選了用牛柳做主菜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牛柳肉質嫩滑 而且脂肪含量相對起充滿油花的 西冷牛扒低 所以想吃得健康 牛柳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醃好牛柳之後就可以煎 想知道什麼時候才煎到七成熟 其實是有秘訣的 吃肉其實是吃肉中心的溫度 當你一刺下去的時候 你等一等,然後刺起它 這個就是牛肉的中心 你就… 碰到嘴巴 碰到嘴巴 你就可以嘗到當時的溫度 來判斷它的生熟 如果是七成左右 應該是大約六十八個左右 煎好牛柳之後就可以開始炒野菌做伴菜 將所有野菌洗淨、切好之後 就可以下鍋炒香 然後加一點白酒和雞湯 煮熟備用 然後寶哥還打算做多個 Polenta黃粟粉餅來做伴菜 黃粟粉餅其實是意大利北部的煮食 主要材料包括玉米粉、雞湯、芝士 和鹽味牛油 而做法就是先將玉米粉加入雞湯 煮熟成稠的玉米粥 就可以離火加入芝士和牛油 攪拌之後就可以倒入盤冷卻 凝固成膏狀 之後再將它切成一件件,拿去煎 這樣就完成了黃粟粉餅 接著就可以做紅酒汁 將紅蔥粒炒香,加入紅酒煮滾 當紅酒煮剩一罐,就可以加上牛肉汁 這樣就完成一個簡單的西式醬汁 色香味俱全得來又這麼健康 別說Penny男朋友,我也很想吃 你去完師傅帶我幾道菜回來吧 你… 好想吃 你可以坐下來 我們來買一個多小的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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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拈戒道学完花茶 Pennie就要練習做馴吞和茶分炉月 首先就是搓皮做馴吞 可能之前也有学过做馴吞 一定的了 終於到了Penny為男友 做健康餐的大日子了 他這次做的雲吞皮 明顯比練習的時候撲了很多 果然有進步 另外, 為了改善茶分爐魚的味道 Penny這次就改用桂花代替茶葉 希望做出來的效果 不會像練習的時候那麼差 Penny一直做都似乎很順利 但是到了煎一塊黃叔粉餅的時候 就出事了 不知道他為何在煎餅的時候 知道一塊一塊, 怎麼能見到人 真的要找師傅幫忙才行 師傅, 快點… 師傅, 你剛好,Penny出事了 快點看看他才知道 但你有心理準備, 很恐怖 你別嚇唬他 你看Penny, 你出事了嗎? 是呀, 你看黃叔的餅, 不知道幹什麼 對呀, 黃叔粉餅很粗, 又軟身 你煎了多久?你煎了多久? 煎了嗎?大約10分鐘吧 你看看黃叔粉餅 我做的時候很滑, 很工整 可能你煮的時候煮得不夠新 我們叫不夠時間 其實煮黃叔粉餅就像我們煮麥皮一樣 其實越煮越稠 你越久的時間就越好 現在怎麼辦?怎麼補救? 這塊就沒得補救了 好, 唯有趁著我們有時間做, 好嗎? 好 在師傅幫忙之下 Penny重新再做一次黃叔粉餅 這次終於做得像無像樣了, 成功了 Penny三個菜式都成功完成 在他跟男朋友撐桌子前 就讓我們三個評判試試味道 好 我覺得Penny這個碟太小了 如果要賣上更好一點, 西餐 真的嗎?尺寸可以小一點 就是那些部分可以小一點 然後碟可以打一點 好, 很多, 比你上次練習的那個 師傅, 這次我煙燻的材料 我把你的果茶改成桂花茶 其實效果好不好? 其實你知道茶的類型很多 你喜歡哪個茶葉的味道都可以 其實我說果茶… 其實果茶也有芒果茶 有士多米茶, 莫里巴 很多不同的茶, 最重要是你喜歡 吃完頭盤了, 師傅, 你不如吃 試試第二樣吧? 好, 做得好 快點, 等你 頭盤也做得不錯 又試試兩個主菜 看看做得有沒有水準 吃了很多, 起碼皮就熟了 裡面的菜、蝦都熟了 味道跟上次練習相差好 最成功是雲吞 味道也不錯 皮薄, 鹹美 是 沒錯, 你必須熟了 好, 接著還有最後一道菜 快點拿出來, 是 試一試 很香的香料味 牛油煎得很軟 是嗎?看起來好像很脆汁 整素也適合很好吃 沒錯, 很好吃 但Penny, 你這個醬汁好像有點腥 你為什麼會這樣, 加了什麼? 不夠鹹 其實師傅教的時候說要加牛肉汁 但我買不到 我就用了牛蒸來代替 好 我們三個對Penny的菜式 都有不錯的評價 但不知道是否適合Penny 我先嘗嘗 試一試 好吃嗎? 不錯, 薯仔也不錯 說不定很辛苦何得? 少許吧, 不過你吃得開心嗎? 當然開心, 你煮給我 還有, 這個花茶是Ling姐教我沖的 有這個Rose Mary和玫瑰 是不是? 很特別, 我以前都沒喝過 謝謝你 以後不用再吃那些白癡的食物了 不用了, 現在這些這麼不健康 然後就吃主菜 我不吃牛, 我就煮了雲吞給自己 我知道你喜歡吃牛 所以就煮了牛柳給你 你自己嘗嘗, 別吃 是, 好 我先嘗嘗 有很多汁水, 挺好的 雖然好像有照相差一點 但是吃起來也不…很溫柔 像你那樣 不如你又嘗嘗我的雲吞吧 這皮挺煙韌的 跟平時的雲吞很不同 又到了比分時間了 肚子Penny可不可以拿到三十分賣以上 順利過關呢 其實我想過了 我可不可以… 因為是我女朋友特別給高一點分 但是我想真點, 其實真的很好吃 我也沒理由不給一個應該的分數 所以我給九分 其實整體來說, 它的賣相, 擺切 它的皮、厚薄度 還有牛扒煎的生熟度都很好 所以我要給八分 其實我原本只給八分 我看到他們倆在桌上吃飯的煙韌程度 簡直甜到柔 有時候只是感覺到… 你有沒有嘗過吃甜的東西 甜到牙齒都避開那種感覺呢 你知道吧 所以我另外加了0.5分給他們 我為什麼要八分呢 因為其實牛扒很欺人煎 很多人以為煎牛扒很簡單 牛扒真的差一點點都不行 Penny雖然第一次煎 應該第一次煎, 對吧 對, 沒錯 它真的很好 煎牛扒很汁, 很多汁 又不會太老, 又不會太熟 又不會太生 所以給它八分 就是獎勵它這個牛扒煎得很好吃 恭喜… 恭喜Penny順利過關 希望經過這次之後 她可以再嘗試其他新菜式 跟男友不只吃煞菜 食物方面, 我覺得真的挺豐富 還有蛋白質, 纖維, 各種各種各種 我覺得對我來說 可能可以吃得更胖 如果可以的話 對鏡頭跟她說的話 Penny, 好愛你 先吃一口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重溫今集的內容 就可以瀏覽這個網址 很開心, 合格 有很多隻師傅教了我這麼多東西 最後就不用吃八十餐了 另外也可以煮一些很健康的食物 給我男朋友, 也很開心 為兩個兒子 泡泡夢想的生日蛋糕 因為二十四孝媽媽, 手忙腳亂 下星期為食狗兵壓逐篇 邀請你參加我愛心滿捨的生日派對 跟你們的一分心一份 祝你們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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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險, 應該怎麼開發 好, 讓我來吧 讓我開發吧